今晚請辭的傳聞傳得滿城風雨 蘇蕙還是按照既定行程 來到高雄視察前鎮魚港的興建進度 聽取簡報之外 也仔細的詢問有關內部設施 和對漁工的照顧 在卸任之前恐怕看不到前鎮魚港 興建完工 因為外傳立法院總預算三讀過關之後 蘇蕙就會對外表態請辭 而總預算案也牽扯到普發六千元現金的時程 國民黨主張要先討論六千塊的特別條例和預算 再來處理總預算案與執政黨的順序不同 恐將延誤到普發六千元的時間 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 可能成為蘇貞昌任內最後一個推動的案子 蘇蕙相當重視 表示已經同步著手規劃發放軟體設計和相關行政作業 只要立院一通過就能馬上進行 人家說這個政筆很猝鼻 發錢這個六千塊 好像不同的黨派都希望讓民眾覺得是他們的功勞 但事實上這個錢當然是政黨已經決定要發出來 但很多時候一些小的一個技巧 很多時候就是這種政治的攻防 我想請問這個議員 其實這個是立法委員林楚音在臉書他就說了 他說說到錢 台北 新北 台中有維修不少的地方稅收都有剩 一直要喊讓民就好過年的國民黨 遇到年年操徵地方稅的 黨籍執政縣市就集體都謀不公為 呼籲國民黨不要雙重標準 所以其實從剛才立法院裡面 還有包括林楚音委員寫的這篇臉書來看 這一切就都是政治算計 我覺得這個大家對於操徵這件事情 或是對於這個稅收在這近幾年 確實在各個縣市 不管在地方或在中央都有大幅度成長 我想在過去這段期間 大家討論其實都有點失焦 我想這個所謂的操徵這件事情 它其實只是一個現象 也就是說它就是有可能是超徵跟短徵 所以它並沒有代表說 我們政府收了任何一個違法的稅 每一筆稅都是依法有據 那只是說當然在這個 我們沒有辦法去評估說疫情來的時候 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到底是會成長還是下降 所以在通常在行政的這個單位 他們在估計這個稅收的收入的時候 通常如果遇到像這樣子一個 比較不可抗力的因素的時候 會比較保守的來去估計 所以很有可能就會造成說 像這一次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確實臺灣有一些產業 包含說航運業跟這個 這個科技產業也確實 有比較多的這些訂單 所以有一些稅收的增加 也來自於這些大企業 所以這幾年的超徵現象 才會讓大家覺得說 怎麼感覺好像超徵這麼多 但這並不是只有發生在中央 其實地方也有這樣的現象 但是我們就不曾看到說在地方裡面 這個議會的議員有沒有提出說 那也要來發放現金 然後或者是這個多的東西 要讓我們市民共享 這個經濟 那為什麼地方議員不提 對所以我就說這件事情 其實一開始我覺得在剛開始要提出 這樣子的一個發放現金的方案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可能當然都是利益良善 希望在這個疫情衝擊過後 大家這個能夠好過年這件事情 可是我對我自己本身來說 我認為所謂的超徵 我們要來去看說這個國家 或是這個地方政府 現在所積極需要的建設 跟所需要的政策是什麼 如果我們需要這些政策 是有長期性 長遠性 需要有比較多的財源規劃的時候 在過去我們的稅收 可能沒有那麼多 比較沒有那麼多的這些經費 這些預算來去做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有了比較多的 這些稅客收入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做 包括說像更多的托育中心 公共的托育中心 甚至更多的讓年輕的朋友 降低他的生活負擔 這些東西長遠的規劃 他需要國家的預算支持 也需要地方的預算支持 這個時候就可以在現在 我們有超徵的狀況底下 用預算來去做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蔡總統最後所提出的這個 超徵的這些稅收 有好幾 有一千億 有兩千億 分別拿去做 這個勞健保的撥補 然後還有一部分要拿來做 國家的建設 所以這個才是一個對的方向 那所以像各個地方政府 其實也是嘛 那所以你看 譬如說在過去 柯文哲市長 他每次都在講說 他這個還債一流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也是會把這些 所謂的不管是稅機剩餘 或是這些稅收 他最後也會拿去還債 以臺灣為例 我們的國家 現在每一個人平均的負債 大概是二十四萬 因為我們國家有舉債嘛 所以就是說 你現在這些東西 不管是你要稅收進來 那你這些超徵的這些預算 你要來去做 怎麼使用 對我來說 政策先行跟建設先行 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那接下來你才去想到說 那如果我們現在 在這個時刻 我們來發放現金 是不是對我們全臺灣的人民 有所注意 在生活上能夠得到 即時的協助 所以回到大家 每個在地方政府 為什麼都沒有人 這樣子提出來 我就會覺得說 很多時候 每個政黨都有很多 自己的考量跟雙重標準 但是我覺得 最後還是要回到民心 就是說什麼事情 什麼樣的政策 對人民來說 才是真正有感 然後才會真的覺得說 你是真心為人民所想 而不是為你自己本身 政黨的利益 或者是行政團隊的利益 來去著想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才是人民想要看到的 我在追問這個亮建議員 剛才國民黨的民進黨 在立法院當中的 到底是要特別條例先 還是要總預算先 您怎麼看 我覺得這事情 當然在這個 其實在議會裡面 過去也有曾經遇過這個狀況 就是熊好卷的事情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之前熊好卷的事情 也是說 因為這個熊好卷的預算 然後也是希望議會通過 但是議會當然也會希望說 希望先把預算的內容說清楚 然後再來跟相關的總預算 再來一起並按審查 我覺得呢 不管是這兩種立場 各有各的道理 但是在這個最重要的就是說 其實即使 我要跟大家講說 即使你總預算沒有通過 基本的預算都可以 還是可以先支用 所以但是我覺得 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每一個立場 他每一個政黨 他所採的政治立場 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人民的福祉 還是為的是 他這個政黨 想要爭取說 現在這個發現金 是我的功勞 還是誰的功勞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國民黨說要補發一萬塊 那補發一萬塊 這個錢又要從哪裡來 多四千塊 對 所以我的意思說 現在不是說 大家在菜市場買菜喊價 就是說 這事情 裁員從哪裡來 然後這樣子的 一個經費預算之後 我們能不能再繼續去做其他 對不管是國防 或者是年輕的降低 年輕家庭的 這些負擔的政策來說 我們這些預算 有沒有都已經足夠了 那再來去想說 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 還是回到我剛剛那句話 人民的感受最重要 請教陳寅信委員 剛剛亮君議員 其實講的蠻直白 他說其實那就是不同政黨 有他不同的邏輯跟堅持 但事實上整件事情 看得出來 反對黨其實從中 一直不斷想要博升量 包括到底什麼要先審 什麼要後審 甚至六千塊 國民黨也不太滿意 要加碼變一萬塊 用喊的好像比較快 比較直接 我想說民進黨 要開錢 連口袋多少錢都不知道 事實上 剛才一直在強調 沒有稅計勝於 這是錯的 我們現在稅計勝於 有一千兩百億 我們到了八月的時候 會有三千億 所以你意思說 我們要花的就是 不你怎麼會算六千塊 就是因為有一千兩百億的稅計 剩餘 所以你要發六千塊 所以說你現在又要特別預算 你要再舉債 你就發多一點 就道理就這麼簡單 特別預算 特別條例 我們就是要能夠舉債 我們有超真的怎麼會舉債 拜託你講正確的事情 你剛剛已經說了 三千八百億是因為 審計的七月結算 才會進稅計勝於 三千八百億是他現在這個地方 新的這一個特別條例 你現在不是要花一萬塊嗎 現在稅計勝於是一千兩百億 怎麼花一萬塊 你告訴我嘛 我說這一千兩百億 是現在口袋就有的 我知道 這個稅計要立法就可以發 稅計 我現在開來就好了 我現在用你的話 委員 我現在你不要回謠視聽 我們現在口袋裡面 沒有三千八百億 也沒有一千四百億 如果有的話 民進黨為什麼不發出來 有一千兩百億的稅計勝於 而且要整個年度 我一直在講有一千兩百億 你剛剛沒聽到 審計部有一個結算之後 才確定說是真的超收了多少億 我們超收了將近五千億左右 也不是三千八百億 主議長承認說 有一千兩百億的勝於 我就不要去回謠視聽 好像跟民眾講說 民進黨現在口袋裡有錢不發 這就是回謠視聽 根本不是這回事 主議長就說有 主議長講了什麼話 主議長講了什麼話 根本我們不知道 主議長講了什麼話 我們只知道說 要發預算 一定要有特別條例 要有法源才能夠發預算 我們現在有稅計 剩餘一千兩百億可以發 然後八月以前有三千可以發 但是如果你要發更多的 不要再回謠視聽了 好像民眾覺得說 民進黨有錢不發 事實上就這樣 對於國民黨來講 你們在執政的時候 連年都短徵 還敢有這個臉講說 民進黨有錢不發 還講說 民進黨根本就不省預算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都不提案了 請你好好的做功課 有收入都不增列 有預算都不簡列 立法委員不要在這個電視節目上 混淆視聽造謠 那你自己去看到底有沒有稅計 我們請國民黨 請國民黨把你們特別條例 我們都已經公開講了 因為陳寅憲委員說不用特別條例 也可以發錢 請國民黨把特別條例 撤回去 撤回去就可以了 這麼簡單啊 今天多位來賓這樣子的一個 互相的一個來來去去 讓我們真的很能夠了解 錢真的非常要有所依據 第一個政府有多的錢 也不可能隨便發 但問題是很多時候 反對黨就抓住一個點 反正呢 我就假話了 發得多 民眾如果鬆的時候 說不定反對黨的心情會比較好 陳寅兄 如果按照剛剛這麼多來賓的 一個說法當中 您怎麼看 是不是陳寅剛剛亮君議員所說的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不同的黨 他有不同自己的邏輯 但有很多時候 真的消息跟假的消息 要讓民眾搞清楚 對 因為其實基於在野黨跟執政黨 個別不同的角色 本來就會有不同思考方式 那很正常 我覺得天經地義 但是問題在什麼呢 問題在於說不要混淆視聽 然後也不要錯字很多的概念 像賴是保這樣子 硬要把這個這個超真的稅收 講成說是跟百姓搶錢 這就是錯的概念 所以我們才講說 在這裡面有很多假消息的部分 是政府要去講清楚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你看這個講到這些假消息的部分 其實就是民進黨去年 那個我們講說敗選 疑於被選時虧的原因 是 所以就是為什麼 這次大家做了很多的解釋 但是不管哪一種 我們現在就把事情拉回來 先講清楚 在這一個這個發錢的特別條例裡面 這是要發的這個發現金案裡面 他在討論的過程 其實跟總預算案這兩件事情 都是當下要很急得要討論過的事情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不管對國民黨也好 對民進黨也好 這都是有急迫性要做的 那另外一件要講清楚的事情是什麼呢 是今天整個 我其實一直要強調一件事情 不是稅收操徵這件事情 就一定是拿來就等同於是 整個發現金的事情 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然後我們要講清楚是 這次政府所提出來的案子裡面 也告訴你 他不是只要處理發現金這次的事情 他是要討論是整個三千八百億要怎麼花 所以政府在裡面 在我記得在行政院記者會講得很清楚 今年台灣要面對到一件事情 我們下禮拜就要面對即將要過年了嘛 但是今年台灣即將面對到事情 就是全世界都會面臨到 今年上半年景氣的問題 這是一個大問題 那這個上半年景氣的問題 把這整個GDP的稱 全世界全球經濟成長率 從大概預計大概3% 然後砍到只剩下1.7% 幾乎是腰斬的狀況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這三千八百億裡面 他有一千億是要拿來應付油電跟我們勞保健保的缺額 然後他有一千億是要拿來應付什麼呢 應付我們今年企業需要轉型過程的金額 所以這三千八百億 並不是全部通通都要拿來應付這所謂的發現金的事情 那所以我要利用這個時間把事情講清楚 所以這三千八百億對台灣今年重不重要 重要 因為這三千八百億對台灣來講 除了發現金當做紅利 分享給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之外 他另外更大的作用 是今年要幫台灣來救急加轉型 所以這筆預算的審查 我當然覺得他的特別條例是重要的 所以先處理也沒什麼不好 那只是說立法院能不能有效率的 在處理這一筆發現金的這個條例 然後同時讓我們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也可以在一月十九號前通過 那剛剛私底下 當然昆辰表示是很悲觀 但是我們坦白說 認為今年對於民眾來講 如果需要的部分有這麼多 而且對於景氣今年的考量 需要更審慎的話 那平常說你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你也不能就把它亮到一邊 然後就卡住 所以對於我們的民眾來講 現在需要是知道立法院能不能在一月十九號之前 把這兩個案子通通都把它審清楚 然後如果在這個案子 如果對於國民黨來講 你的focus的重點 還是只有發現金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覺得你就是幫整個民眾 在這整個事情上面抓錯重點 林鄭先生 不好意思 陳醫師要說清楚 他剛才說的 所謂的英語現在存在 這是事實 但是這個開始 國民黨是說你要舉債 民進黨要舉債來 發這些錢 他一百五十 但是我現在宣說 你一開始有 但是你們的說法 國民黨說說 民進黨要舉債來發錢 一開始你們是反對 這要澄清的 對 沒有一百五十億 所以剛才說不夠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 你一直強調 你一直強調 你有歲計盈餘 三千八百億是要到七月決算 才會進來的 我真的了解 第二點 就是這個四千九百五十億 有三千八百億會進來 這第二個要澄清了 第三個 不是行政司令 上面已經跟你講了 就是預算的支出 年度以過去為基礎 主會是一個 那個法定預算 法定預算裡面有稅入 有稅出 這樣子 這是基本的 但是你們講說 要用這筆錢 不用立法 就可以發的錢 預算法第一條 很清楚的 第一條 你就忽略的講第一條 我唸給你聽 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預算制 籌劃編造審議 陳立即執行 一本法制規定 我請問你 第六條第三項 有說可以這樣開嗎 有啊 稅計剩餘 就可以用來做稅出 稅出做什麼 做撥補 對啊 補什麼 補什麼 你告訴我 補什麼 可以補稅嗎 可以補回去嗎 那你現在發錢 就是稅出 問題你撥補的目的 不是因為政府多收人民的稅 沒有啊 與法有據 不是你要回答我問題 這個剩餘補稅出 你這麼年輕 你不要學賴四寶 你要回答我問題 我回答你 是不是還稅移民 是不是 你把順餘回過頭來補稅出 政府有沒有去搶奪 多收取人民的稅收 有沒有你回答我 真的你這麼年輕 不要學賴四寶 千萬不要學賴四寶 這次立法院當中 不同黨派的看法 跟自己的堅持 是不是跟內閣改組 也有政治關係 我們稍後回來 來 歡迎大家來到 2023新時代經典服裝秀 今天要團隊的分組比賽 大家去選擇專業 還有選擇你的